Zither Harp 词曲 李宗盛 嘿呀嘿呀 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 上无与伦比的美丽 嘿呀嘿呀 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 上无与伦比的美丽 嘿呀嘿呀 我知道當你需要隔下飛 我會定了你能力 天上飛 地上人而在地上追 你若擔心你不能飛 你有黃的蝴蝶 我若擔心我不能飛 黑啊黑啊 我有你的草原 checklist escaping 佛山 日子 中山 楊 座 梁 但是 這暖 聖 这个人是不是作为一个主播来说 脸皮太薄了 谢谢小可的三个冰金 谢谢黄David的冰金 谢谢这帮金的冒金 对吧 谢谢 手中雕刻生花 刀锋千壮万年成花 生命功德她 是乔凡某处人家 初红绕过发梢红纱 此袖奔怕 眉目刚略那座庄稼 红烈流沙 只像白发杯中酒壁画 年少风雁 心已怒骂也不过一刹那 脑面疏漏而誓言下莫测变化 隔绝山海 转身从容检查 这些三年事业有三年的火点 这些三年事业有三年的火点 天下的这沧桑 你还在我的心上 谢谢 谢谢 手中雕刻生花 刀剪装万年成花 生命功德她 是桥本某处人家 就不绕过发烧红纱 怎修怎大 眉目钢链那座庄稼 红烈流伤 真伤百发被终究笔画 年少风雅心意怒骂 也不过一场那 难免疏漏而誓言 想莫测变化 隔绝伤害 转身从容奸差 冲击当过往 将心情都流放 可曾经些荒唐 才记得你的模样 这一提笔质量好 欢迎你安康 变小的这沧桑 你还在我的心上 冲击当过往 将心情都流放 可曾经些荒唐 才记得你的模样 谁提笔质量好 欢迎你安康 变小的这沧桑 你还在我的心上 这房间都两个火箭 谢谢绿西三天 万春药的飞机 哎呀 谢谢伟物的飞机 伟物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海棠一舅的飞机 好像是女孩子 这世界很复杂 问下我想说的话 我不懂太复杂的玩法 什么样的礼物 能够永远记得住 让幸福别走得太仓促 云和天 叠和花 从来不需要说话 断不了 依然日夜牵挂 唱情歌 说情话 只想让你听清楚 我爱你是唯一的倾诉 写一首简单的歌 让你的心情快乐 爱情就像一条河 难免会碰到波折 这一首简单的歌 并没有什么独特 并没有什么独特 好想我 那么的平凡却又深刻 谢谢肥小玲 跟这两个季节 一些加加加零 加特零 高低水性 一些脂肪精的三个季节 这首歌叫 一首简单的功 哎 光看我唱歌 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 很淑女 特别的大驾归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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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去的忘记的 我会尽力去弥补 你是我最珍贵的财富 写一首简单的歌 让你的心情快乐 爱情就像一条河 难免会碰到波折 这一首简单的歌 并没有什么独特 好想我 那么的平凡却又深刻 简单的歌 简单的歌 写一首简单的歌 写一首简单的歌 让你的心情快乐 爱情就像一条河 爱情就像一条河 难免会碰到波折 这一首简单的歌 并没有什么独特 好想我 那么的平凡却又深刻 嗯 耶 脂肪筋斗歌火箭 真的呀 其实我就是 可能就真的比较内向 然后就是在熟了之后 我才会话比较多 经常 经常有些比方说 找我合作的那种厂商啊 或者说品牌啊 或者说节目啊 就会觉得 我跟他说我很内向 他们觉得 发姐真会开玩笑 他说我看过你视频 你可别撞了 但是 吃顿饭啊 或者喝个咖啡啊 就会觉得 啊 别来吃整顿 谢谢月宫推CED的 是内向啊 就是我不会 就是说 我不是很活泼的一个人 也不是怂嘛 内向不是怂啊 内向就是怂嘛 那个太肤浅了 shallow 如果 虾楼 姐妙训工不会CED的两个飞机 pourquoi 不 我 bye 你لف位 散伙 一些 acas 鼠奶我追不到女朋友的花约 你 帮我? 不 我 David 你 他 好不好 自己 真的 寒暄 内敛 有深度 有态度 剪起地上的黄 满足了欲望 其实美好 不难拿 一个人们导航 也不想作罢 谁叫我们 那样爱啊 请不要说我疯狂 请不要说我想象 我很愉快 泪流到天亮 请不要说我方向 不要说爱荒凉 想象 冰月长 怎样 编起地上的黄 满足了欲望 满足了欲望 那么爱荒凉 请不要说我疯狂 请不要说我想象 我很愉快 泪流到天亮 请不要说爱荒凉 请不要说我想象 不要说爱荒凉 我愉快 泪流到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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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enan Augen 录音 结果临时 那个录音师给我打电话说 他身体不太舒服 然后 今天录音暂时取消了 本来 定了闹钟起来 然后 然后接到他的消息说 不能录音了 然后我躺在床上一会儿就睡不着 感觉浪费了很多时间 谢谢新鲜肥业的国家 离职了 没离职 人家 人家个体后有什么离职的 录音师啊 有什么问题 人家天天拿我打广告 没事就说 我们这个录音师可好了 陈一发经常在我们这里录 那童话正经我们这录的 能倒闭吗 我们就 我们就是那个 特伦苏不一样的奶 都是正向的 录音师不一定是老板 是老板娘吧 可能 其实上海也没有多少个录音室 我都去过好多个 经常我看见那个 比方说有时候 有时候那个 主播呀 或者是说 那些上海的那种歌手啊 他有时候发一些那种 在录音室的那种照片啊 或者录像啊 小视频啊 我就想咦这我不是去过吗 就是那家我知道的 那家 明硬黄虚的 这小柯021的飞机 小柯好像是 这是爱上豆蛙吧 上海还跟你 还关心你 就是说 旅行青蛙这个东西出来之后 你们的 那个营业额有没有下跌啊 但都在送飞机了 我觉得应该还是 完全没问题的 完全没问题对吧 蛙种 其实我觉得 如果人家是蛙种哈 它不能吃豆蛙呀 因为他们家是吃豆蛙的 吃青蛙的 所以它不能是一个 就好像有时候 我可能说的有点绕啊 就是有时候我会看到 比方说一家店是吃鸡的 我是说吃鸡肉的那种 或者吃兔子的 兔兔的那种 然后他们那个店标里 就会有一个很可爱的鸡 或者很可爱的兔子 我那时候我看到那种图标 我就觉得心里很很怪 我说 誓死如归吗 这个意思 你的同胞正在里面受苦 你还在外面笑 你很光荣吗 有点古怪的感觉 所以说其实肯德基的那种标志 是一个老爷爷 然后牡丹楼的标志是一个 一个年轻的红发男子 是红头发吧 没记错的话 怎么可以自肚肚 其实我觉得 应该就是大家关注到青蛙的话 还是对餐厅有一个正面的宣传作用 你可以就是外面写个广告牌 说你们养的是青蛙 我们这吃的是牛蛙 是你们的竞争对手 想要你们的蛙儿子过得更好吗 来吃牛蛙吧 我好冷 唱歌唱歌唱歌 但我没说过 谢谢小柯的两个黑丁 哦 三个黑丁 上回他们在那个 我们修宪部在你们那吃饭 到底给钱了没啊 应该给了吧 不然的话 就批评 你我皆凡人 生在人世间 终日奔波苦 一刻不得闲 一刻不得闲 既然不是闲 难免又 杂念 到一方两旁 泪子摆中间 多少男子汉 多少男子汉 被怒为红颜 多少同名鸟 里程纷飞云 人生何其端 何必苦苦苦恋 爱人不见了 相声去寒人 万里何时曾看见 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 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 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你我皆凡人 生在人世间 终日奔波苦 一刻不得闲 一刻不得闲 你既然不实现 难免又杂念 到一方两旁 把例子摆中间 有了梦不得闲 有了梦寒 人 万里何时曾看见 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 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 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你来做主播 今天我还给我爸打个电话 我本来很早就跟他说 他在上海有一个亲戚 是以前小时候 小时候 就关系挺好的 他小时候可能就青少年吧 也不是那种小学阶段 他跟那边一直关系很好 但是两边自从 可能这十几年来 就没怎么走动 他一直说叫我去 好好地 拜访一下人家 说你到上海都这么久了 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就当时说 我说要不然 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吧 你跟那边 也这么多年没见了 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啊 什么的 你们好好叙叙旧 他说好温 什么 他想了一下 他说行吧 他说我等你消息 什么时候去 然后我就说年前吧 当时我十二月份跟他说的 然后我就想 一月份有点太忙了 又是盛典啊 各种活动啊 一月份盛典 然后还有个那个 不能说的吃鸡活动 现在大家都知道 有哪些人参加了 反正不是我的瓜 我签了保密协议的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QG的年会 之类的 就一直没抽出时间来嘛 然后我 我本来说 这两天叫他过来 后来我一算 卧槽 马上过年了 有很多事情 也必须 必须在过年前完成 然后算了一下 时间不够 我跟他 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 爸爸我这几天 可能 可能就抽不出时间来陪你去了 要不我们拖到 我们不是拖到 就也 就改成年后吧 然后我爸说 好啊 没问题 但我心里有点 有点 有点不好意思 愧疚 明明是我 我叫人家过来 人家等了我一个多月 结果我又跟人家说 哎呀 不好意思忙不过来 我们再 再 再延后 有点不好意思 你陪外公去 鸡鸡你年纪比我大多了 你都大学毕业了 我才21岁 是的 你去吧 年前就是太多事情了 很多很多公司 合作的公司啊 就是有些事情必须在春节以前完成 而且他们有时候放假还蛮早的 不像我春节期间可能都要 反正我们这种自由职业实际上 就是不自由职业 说起来好像随时都可以放假 实际上 就是随时都不能放假那种 但是人家 人家我们还有很多合作公司嘛 他们有他们的那个安排 所以哎呀 今天还 今天给我爸打的电话 心里还有点 回去给他包个红包 谢谢鸡鸡的飞机 我那天那天参加年会的时候 还问了小林 我说小林啊 你什么时候放假啊 她说哈 她说我们公司好像是按国家规定放假 她说我嘛 哎呀我放假等于不放假 不放假等于放假 或许这就是老板吧 多大的红包 多大的红包 不能说是吧 我现在说了 我妈就会提前知道了 我妈天天给我发 她在各个地方看到的我的新闻 你们念一下啊 我现在说了就等于 我妈就心中有个小的期待了 到时候我要是没给这么多 或者说 哎呀就是不好办了 或者她会直接跟我说 哎呀哇哩不用给我们钱 我们钱够用了 你把钱好好存起来 不要乱用这些呢 我整你够用了 也不太好 就是要来一个错不及防 surprise 我妈给我发的那个新闻哈 说什么 小马哥说 陈毅发而微薄 发照居然打马赛克 真是毫无意境 三万民主播将接受审查 天佑阿哲首当其冲 他们能挺住吗 如发你好 刚才看了一则短文 天佑二驢 谁啊 炫富遭查处 喊卖也进了 还要查他们的税 孩子你一定魔要炫耀什么 不要张扬从容行事才是 炫耀张扬那是犯重怒的 切记切记啊 有这事吗 我觉得我妈比我还清楚 而且我妈就 有时候把那种广告也当新闻看 她有时候不知道是广告吗 陈毅发第二波吃鸡造型曝光 观博良心点赞 邪魅一笑很灵性 还有什么 陈毅发 酷子吃鸡枪手 英姿萨爽令人惊艳 我妈觉得 哎呀好开心哦 大家 媒体都在夸我 实际上是广告啊 就没有办法 毕竟我妈还涉事未深 在网络这个 网络这个圈 她还是一个宝宝 还有什么 说啥 还有些带节奏的不敢念啊 嗯 嗯 我爸也给我发了 也也都是狂 节奏狂动 天天关心我 新年好 新年好 玩儿今天是平定 今年是平定老四了吗 非常不容易 好好珍惜 祝南年更好 这一段好像已经 已经念过了 谢谢 平比出来了吗 老四还是老三 都好 努力了 成功了 谢谢你自己 谢谢粉丝 我爸发的就一天到晚 一天到晚就 就比较 比较 比较吓人 什么 七万人含泪点赞 一张摸不着头脑的照片 刷爆澳洲朋友圈 举国震惊 全是假货 厉害了中国 邀请全球政党一起开大会 德国驻华工商总会 什么严厉声明 哎呦 不念了 刚才好像弹幕炸了一下 我刷新了就好了 我还愿意就我一个人站呢 澳洲有朋友圈 当然有啦 哪里有华人 哪里就有朋友圈啊 不难理 只要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马化腾 也就有微信 就有朋友圈 如果你看不到别人的朋友圈 说明他把你屏蔽了 就是这样 其实我会特别特别多的歌 我觉得你们也知道 好了 唱完了 我们就去邮箱 谢谢汪口游的飞机 谢谢三宝 第一口蛋糕的滋味 第一件玩具带来的安慰 太阳下山 太阳下山 冰淇淋流泪 第二口蛋糕的滋味 第二件玩具带来的安慰 当风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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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米花好美 从头到尾 忘记了谁 想起了谁 从头到尾 再数一回 再数一回 这回应 有没有荒备 第一次吻别人的罪 第一次吻了药和药水 太阳下山 太阳下山 冰淇淋流泪 第二次吻别人的罪 第二次吻了虚药和药水 当风吹 当风吹 爆米花草莓 从头到尾 忘记了谁 想起了谁 从头到尾 再数一回 再数一回 有没有荒废 忽然天亮 忽然天黑 诸如此累 远走高陪 一二三岁 四五六岁 千秋万岁 从头到尾 忘记了谁 想起了谁 从头到尾 再数一回 再数一回 有没有荒废 chin 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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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高级安慰的宝殿 现在特库后的高级扫星 阿伯 我看到有弹幕叫人家阿伯 现在就像那个 像台湾话阿伯阿公 怎么应该怎么说阿公 闽南语 他们那边好像喜欢这么叫 也吃高群众的高级出情 也会有点 wait for them 好了 有件了 好准时 基本算吧 按六七三千的时间 现在还没有到事 十点半了 对吧 也吃高群众 也会有点味 其实这件衣服 侧面非常的宽 就正面看着很有曲线 应该 侧面其实50这种 va 盒 ca 是不是已经有 有 有那个 也不说变态吧 有高手已经扒出这 八卦出这件衣服 到底是 哪个牌子 已经徒已经出来了 会吗 我觉得最近那个六七三七三时装部还是时尚部 一军凸起 我转个圈啊 我不 大姐姐明明是一个移动高管 为什么这么懂时尚 可能是因为有钱吧 有钱 这就很符合她的移动高管的身份 对吧 这新将小姐姐的飞机 谢谢你瞅啥的五张卡 时装部怎么是大变态呢 不是不是不是 这些人 不小心点进了汤丸满鱼 稍等我弄一下窗口 我在讲这封邮件之前 我先先概述一下 概述 谢谢清风的飞机 哎呀 我就是看邮件 有时候我经常看的就 就表情很凝重 你知道为什么吗 是因为 有些孩子啊 我说叫她孩子 可能因为她就是真的 心理年龄不太成熟吧 可能其实年纪挺大了 毕竟叫了女朋友了 谢谢清风和阿多的飞机 谢谢阿西西的超兹佛兹 有些孩子呢 就是说话感觉 很没有条理 我之前收到一个人 发的N封邮件 然后每封邮件 大概她发了十来封邮件 这只是我看到的啊 可能埋在后面呢 还有十几二十封 那每封邮件呢 都告诉我 她说发姐 求求你去看一下微博私信吧 她说我把话 都在里面讲清楚了 当时我就觉得很无语 我说你都发了 十几封邮件了 就不能把私信的内容 直接copy在邮件里 就把它讲清楚了吗 为什么要花十几封邮件的时间 来叫我去看另外一个地方呢 我的私信 好如烟海 看到了就看到了 看不到了 其实很难翻的 就 不太了解 这个 最好就是 就是什么事就讲清楚嘛 当时我还就是 就是有点好奇心说 好吧我去看一看 你到底要说啥 因为她说的好像 就情真意切 再不看她要死了那种 我去翻了大概 翻了这么翻翻翻翻翻翻翻 还是没翻到 算了算了算了 估计也没什么大事 谢谢SCC的超级伙计 所以其实小时候啊 我们被教育 有一个误区 就是什么 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好像语文都无关紧要 很多 我小时候啊 中学小学 很多男孩子 就觉得语文成绩好 很凉 哇我数学牛逼就行了 我的物理牛逼 我就是天才 语文嘛 无所谓了 英语 他们就有一种 特别的奇怪的 那种想法 就是语文好 没什么了不起的 语文好就 语文好不好 不重要 数学好才牛逼 物理好牛逼 语文好那是女孩子 女孩子语文都好 而且 而且怎么说呢 就语文这个东西 虽然你就可能 没有特意去学 但你也不会很差 因为你每天 还要说 跟人家说话吧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觉得 哎呀 不用在这个上面 下功夫 反正也不会不及格 顶多人家靠90分 我靠65分 就这样 这导致很多 小伙子的 血世能力极差 极差 极差 看完一整篇 不知道他要说啥 还有经常 就是那种标题党 说 发发求求 你救救我吧 我在线等 我今晚上 看不到你的回复 我就要死了 但是我 以前嘛 我觉得 我比较 我这个人比较单纯 就是本着 救人命 圣造七级佛陀的那种 我就点进去看 然后讲一些 就屁大点事 是吗 你这样就会给我一个 就狼来了那种感觉 下回我再也不会 把你们这些事情 放在心上了 谢谢临时演员 JC的飞机 谢谢大魔王 任我行的飞机 超级火车 那些有些时候 他就说得很严重 好像 我怎么怎么样 但是他 他说求求你帮帮我吧 求求你一定要回复我 但是他整篇邮件 又不知道说了些啥 就不停地在描述 自己心里的感受 很多人 很多人写邮件 或者说表述 叙事啊 他不说重点 他只 他着重于自己 内心的feel 他就 比方说我喜欢一个女孩子 他为什么不喜欢我 我怎么知道呢 你要说清楚啊 比方说他 长得很漂亮 你 也很帅啊 就是这种 你要说 就是你不能光说 我好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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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他 我就 不行了 我好喜欢他呀 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呢 我觉得你应该把话 讲清楚 还有就是说 他 他那时候 看了我一眼 我心里面起了波澜 然后我觉得 怎么怎么样 就是 讲事情 还是要讲重点 不是光在于 我自己 自身的感受 波澜哥 哎呀 好啦 我们来地方吧 够啦 你们吃点 好啦 来 这封邮件 说的是啥呢 跳嘴哈 OK 和室友的关系 出了问题 发姐 我最近和室友 有了矛盾求职点 我们宿舍是两个人间 我好高级哦 宿舍楼有门禁 想起我中学的时候是十人间 而且还是两室一听 which means 我们有二十个人 住在一个套房里面 他说 我们宿舍是两人间 宿舍楼有门禁 只要有人帮你开门 任何人都可以进 哦 这样 看来也不是很高级 我现在是研医 室友是博士 高级知识分子啊 室友三天两头 带着他女朋友来宿舍 可以接受 经常在宿舍一起吃饭 这个也还OK 但是不能忍的时候 不能忍的是 他们有时候 还在宿舍一起睡午觉 甚至有那么三四次 当着我的面 竟然也能睡得下去 当然仅限午觉 而且也没有十八进的画面 作为单身狗 我不是看不惯 他们修恩爱 真的吗 而是他们过分的行为 已经直接影响了我的生活 跟他相处 快一学期了 想提意见 却不好意思说 有时候我跟老同学 吐槽这些事 经常管他们叫 肩夫淫妇 哦 这个 你文化人 确实 词汇量比较丰富 他们一直不知道 直到三天前 跟同学打电话的时候 开了外放 朋友同学说了一句 你们宿舍的肩夫淫妇在不在 我说你说啥 同学说 你不就是这么叫的吗 被那位老哥听到了 当时他女朋友不在 当时什么也没说 然后两天没打理我 你就不能起个隐晦点的 隐晦点的 外号吗 真的是 这一段让我想起了 以前一个同事 姓李 现在已经不是同事 他也是开了外放 出了岔子 你作为一个斗鱼水友 还是应该吸取教训 昨晚他们俩找我谈了谈 我全程都在认怂 也道了歉 他们语气也比较平和 他说他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 本来以为我这个人挺好的 现在已经对我失去信任了 再建立起信任就很难了 以后两人相处就会有隔阂 很尴尬了 然后提出了调宿舍 今天上午问了宿管 跟宿管说的理由是 作息时间不合 我睡得晚 结果宿管不答应 只是跟我说了几句 年轻人不要老熬夜之类的话 昨天他已经把话说死了 说的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 现在是真的相当尴尬了 两人之间已经无话可说了 如果不换宿舍的话 两个人还要继续相处 一年半的时间 这样下去我们俩都不好过 不是你们仨吗 这个问题我跟几个朋友讨论过 他们一致认为带女朋友 在宿舍睡觉有些过分了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觉得在家里 在宿舍里吃饭啊 聊聊天啊都行 一起睡觉 成何体统 我是不是有点古板 我问过有女朋友的人 他们也说不会带女朋友 在宿舍睡 我知道这件事上双方都有错 我有意见应该及时提出来 不应该把难听的话 当成玩笑话挂在嘴边 他们不应该再 吓我一跳 因为这时候就结束了嘛 我以为就是写到一半 被打了之类的 你知道吧 就是那种网上经常有段子 写着写着就没有下文 就那种可能 因为他跟宿舍 设有起了矛盾嘛 就可能打着打着自 就啪 矛盾升级 激化了 就邮件也没写完 结果还好 还好 后面还有 那他们不应该在宿舍睡觉 也不应该一次就把话说死 事已至此 说这些已经没用了 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还有没有机会实现关系正常化 希望发解为我指点迷津 希望发解身体健康 天天开心 有些同学真的 素质很差 什么叫 什么叫那就一起睡吧 一起睡了 把话说开了就好了 等等 你们这些孩子 以后就很担心 跟人相处啊 你们不得天天打架呀 我们这个事情 就这封邮件说的问题 确实很棘手 本来他是 他是那个受委屈的那一方 他是吃亏的那一方 但是呢 好死不死 他给人家起外号 被知道了 哎 就本来站里的 现在不站里的 铿枪三人行 哎呀 真的 真的 就是越是 没有什么经验的人 就越喜欢脑洞打开 其实啊 我觉得他背后说这些 就是他 因为我觉得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 我认为这个 他的室友 把女朋友 带回来睡觉这个事 是非常不妥当的 不管你是睡得午觉 还是晚觉 不管你是 怎么睡的 我觉得都不妥当 你们啊 就在 宿舍里吃吃饭 聊聊天 可以啦 就舍不得那点钱出去吗 我觉得没有必要 我觉得 带女朋友回来 回来 回来睡觉 是很不妥当的 这个是他理会的 其次呢 我觉得背后 跟其他的同学 或者其他的朋友 吐槽这个事情 也没毛病 但是关键在于 他犯的错就是 给人家起了一个 不符合事实的玩笑 不符合事实的外号 什么玩笑 说错了 就是 而且也太难听了 有些说 有些说 还不如说狗男女 等一等 狗男女也是不对的 是吧 肩负淫妇不对 狗男女也不对 一些同学 就是好像 没有搞清楚 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 你以为说狗男女 就OK了吗 然后两人说 哇 你也打山口山 我们不如一起下副本吧 然后问题 问题就解决了 是不是吧 还血色修道院 都不对好吗 不合一啊 都不行 不可以 还有什么 西门庆潘金莲 我谢谢你 北格斯博士 你说这些 人家不认识吗 西门庆 人家可是博士啊 你说西门庆 除非人家是一个 外国博士 可能不知道 就是那种 西班牙的 或者说 非洲来的 交换生 可能你这样说 很隐晦 他懂不起 人家只是一个 中国博士 会不知道 西门庆潘金莲吗 有些开始了 莫格莱尼 连我都知道 对 关键是不要外放 和不要乱起 侮辱性外号 不合适 谁是大龙 你来吧 对 就是不要外放 也不要起 侮辱性外号 怎么说呢 我觉得事已至此 就大家 各走各的路吧 也 就是 也不一定 非要成为 一生的好兄弟啊 你好好的 跟人家道个歉 然后 并且表示说 我觉得你这样 很不妥当 但是我确实不应该 叫你 金夫淫妇 我决定 你要不就搬出去 就完了吧 换宿舍嘛 就好 又不是非要跟人家 朝夕相处 对啊 你们俩又不是 有什么 非要在一起的那种 就羁绊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捆绑 对吧 道歉了 就分开住就行了 所以最后的 最后的问题在于 当地的房价太贵 一个人负担租金 有困难 是这样吗 也没有什么 深潮大恨的 但我也觉得 我觉得也没有 必要住在一起 老实说 就是抛开 他们这些恩恩怨怨不谈 就抛开什么 金夫淫妇啊 什么外放啊 都不说 我觉得一个 一个人有了 对象 就不应该 跟别人住在一起 就自己出去住 真的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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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也比较 经济发达 然后大家也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拮据吧 是吧 你 每个人都单身的时候 大家可以就是 住在一起 但我觉得 不管从任何角度来说 你 一对情侣 跟别人住在一起 都很怪 你想想 很多 很多小年轻人 结了婚 都不愿意 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 这么亲近的人 都不愿意住在一起 因为 因为 各种 会有各种 生活中 各种摩擦嘛 有一些小矛盾 什么的 我觉得就不应该住在一起 你想想 有很多种 很多种不方便的地方 第一 一对小情侣 感情太好了 给室友造成很多伤害 就是 你们俩 感情很好 伤害了别人 你们俩感情不好 又给别人可乘之机 感情不好 还住一起干嘛呢 就没有必要了 再说了 如果 你的女朋友 跟你的室友 相处得不好 手心手背都是 一边是我兄弟 一边是我老婆 我怎么办 很难受 就像婆媳关系 男相处一样 这 这很难受 如果你的女朋友 跟你的室友 关系特别好 那就更难受了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 都不应该 住在一起 是吧 赶紧翻出去 你怎么下毒啊 你是 FD吗 谢谢大魔王 骑单车的飞机 三个人怎么一块 愉快地玩耍呀 都地主吗 好了 就下一封 解决方法很简单 就是 就是自己 住自己的 实际上 应该 那个 那个小情侣搬出去 不过你 你既然 犯了一点错误嘛 就自己搬出去吧 说不定搬出去了之后 就有女朋友了 你知道吗 花园房独居 有车有房 还怕没有女杂 我这句粤语说怎么样 广东是不是这么说的呀 标准的 前几天看到一个说法 叫什么来着 叫 叫好看的皮囊 三千亿碗 有趣的灵魂 要车要房 你既然搬出去了 有房了吗 起码 也算是踏出了第一步吧 不叫女杂啊 那叫什么 男女吗 靓女吗 不是呀 那应该怎么做 男杂 男女 你越语好难啊 门槛很高 不友善 下一封邮件 一封邮件叫做 现在要不要追女大学生 八玛玛好 这是我第一次写邮件给您 我是一名大二理工男生 和偶像 您的本课有点同行哦 有点激动 哪有同行啊 隔行如隔山啊 小伙子 还没谈过恋爱 但人际关系还算不错 我热爱科学 政治和哲学 曾经和男的好朋友 可以通宵聊这些 互相倾倒于对方的 倾倒 倾倒于对方的思想和看法 但是和女同学就聊不了这些 她们的爱好无非是些 吃喝玩乐之类的 没有啊 我们还喜欢看韩剧 还有李泽妍呢 甚至我推荐我去看国产电视剧 这个比较少 还瞧不起女同学 有本事 有本事 无性繁殖啊 对于这些在大学无所思思 单身带聊化妆来上课 双休日用来追剧的女大学生 我是否应该违背自己的取向 多去培养她们的爱好 追一追 或许可以体验你 体验一下校园恋爱 毕竟您说大学不谈恋爱 和咸鱼没有区别 没有啊 我没说这个话 这个话 这话其实对很多人伤害太大了 如果我说大学不谈恋爱 和咸鱼没有区别的话 那我们整个房间就哭声一片 哀嚎四起 我只能说如果大学不打游戏 和咸鱼没有区别 就是法不择中 像您这样的女生在大学时 一定是很早就被修秀的男生 注意到坐着幸福的大学生活吧 没有 我大学都在打游戏 还是等毕业经济独立了 再找女友 过着吃吃饭逛逛街买买单的 普通生活 反正大学单身挺好 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 学习和玩 真正和我合得来的女生 世界上可能真的没有 爱情不是谁都可以拥有的 好失望 祝发发事业顺利 身体健康 如果说要问我 现在有没有喜欢的女生 目前没有特别喜欢的 但有还凑合的 以后可以让她整容 我看开了 好 孩子 你好像 有点自信啊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叫什么 有一句话 他说什么 我有一个喜欢的 还凑合的 可以让她整容 我看开了 我又想起刚才那句话的原话 是怎么来说来着 好看的皮囊 你玩不起 有趣的灵魂 看不上你 好像是这么说的 是吧 我觉得这个小伙子 第一没谈过恋爱 第二 都跟男的男性朋友 通宵聊 哲学 科学和政治 互相都倾倒了 我觉得 要不然 就不用花时间 在我们女孩子身上 还找啥女朋友啊 要啥自行车啊 其实怎么说呢 我觉得喜欢什么 科学 政治和哲学的 女孩子也不少 我妹子良心这么说 但是呢 一般来说 她们都没有 化妆来上课 双休日 用来追剧的 女大学生好看 所以这群人 可能在你眼中 是不存在的 毕竟 你喜欢的那个女生 你觉得还凑合 但是还需要整容 我说的那些 外表 稍微普通一些 但喜欢政治 科学 哲学的女孩子 可能在你眼中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可能世界上 真的没有 又有学识 又长得好看 懂得又多 还很有思想 一般来说 跟你们这样的 男大学生 是没什么 关系的 你们估计 接触不到 如果 真的想认识 这样的女生 那就去 某个直播间 开黄帝吧 这样就走出了 人际关系的第一步 来 大声说出 那个房间的 房间号 其实我在想 现在打出67373的 是不是就 其实记不住 人家的房间号 因为我们67373 就是好死不死 是个量号码 那边虽然很喜欢 但是那个号码 不太好记 是这个原因吧 我根本不认识 那个旅流 我也记不住 她的房间号 我是真记不住 好了好了好了 我自己到了 其实我觉得 这封邮件看下来 有一句话是 还是 非常有道理的 就是这一句 爱情不是 谁都可以拥有的 希望这个小伙子 今后能有 有别的想法 其实 人在年轻的时候 谁没有傻逼过 觉得自己不可一世 觉得自己牛逼 又帅 懂得又多 智商又高 虽然 但是人缘很好 之类的 都会有 人在小时候 都会有 多多少少有一些错觉 时间会告诉你 真相 你想什么 你想对方什么都好 又好看 又懂得多 你知道为什么 现在 现在社会 结婚啊 越来越少 然后 年轻人结婚 出婚的年纪越来越大 然后对象越来越难找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自我认识 比方说你是一个五分的人 五分的男子 你觉得自己有七分 然后你就会找一个六分的女子 但是六分的女子呢 她又会 她又会 觉得 我要找一个 八分的男子 然后就这样 互相 对不上 大家都结不成婚 无性繁殖 这又回到了我们之前那个梳子上的那个头发了 保留自己的头发 以后有诸多用处 好了 去看下一封邮件 人类怎么会灭绝呢 还有 有些民族就特别爱生孩子 这段B点 给发发Remember me 幼稚伴奏 按的自制MV 之前听发姐唱过这首歌 但伴奏有点简陋 你是十分 其实我觉得你们平时能够接触到最有思想的女孩子 难道不是每天下午和晚上开播的豆迷 都斗鱼 斗鱼 知名主机区 主播 吗 顺便打个广告 欢迎贯注 陈毅发尔新浪微博 你会在那里发现一个 具有思想 还经常有美丽自拍的女举伯 这些丢你一片二相伯的 东西 好 这封邮件是一个伴奏和自制MV 你阿西西的 超级发姐 不是 刚好有一位 嗶哩嗶哩的up主 放出了他制作的伴奏 是开放授权的 所以不用担心 经纪问题 然后我自己配着伴奏做了一个视频 就是所谓的MV啦 视频可以导致酷 可以搁里面的 好 还有这种功能 老拍 同时也把伴奏的key调到了发姐 适合发姐唱的高度 因为制作伴奏的up主是男性 寻梦环游记这部电影我超喜欢 豆瓣上面9.2分 可能可能低了 现在低一些9.1吧 歌也很好听 如果发发以后还唱Remember Me的话 希望这个伴奏能够对发发有些用处 同时附上纯音频伴奏 祝好 放发奖大的他笨蛋 咦 这不是 我们的一个女水友吗 我来看看他的MV 先下载 要出现熟悉的声音 每次你们听到这个声音就很激动 来 to say goodbye may my love me 走 这个女孩子 不是女孩子 这个老太太应该叫coco吧 字体也蛮好看的 看的应该是哪个key来着 oh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 win 是不是这么唱的呀 看 我重来一下 you will love me no i had to say goodbye ρο toda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If I find it more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This time you hear as a guitar 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 in my heart I sing a secret song 这跟我以前唱的那个版本不一样 再练一下 谢谢RCC的超级火箭 谢谢 谢谢十二的飞机 谢谢机房的 机房的火箭 啊不对 小壳的火箭 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 in my heart I love the main 谢谢发奖大三分蛋 制作的MV 挺好看的 那个字体很好看 我是不是着眼点很奇怪 谢谢小可儿 谢谢林学长 看看下一公里 亲爱的发发 前几日得知朋友生活中困扰 最爱的发发雷吼 前几天朋友在微信群里说出了一个生活中遇到的很尴尬的事情 详情见图 我一时无法帮他理清思路 不长时间后 他打来电话 详细描述了事情的经过 他工作中的同事两人关系也比较亲密 嗯嗯嗯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 但是我的这个朋友打开了他同事的云盘 发现里面一个巨大的文件夹 全是G片 还有一位一些中年大叔SY的小视频 我突然突然出现同事的名字 据他听说 据他所说 他当时就懵了 也可能是打开了通往新世纪的大门 而兴奋不已吧 他说这个同事结婚几年没有孩子 不久前还离婚了 他发现这些小秘密以后心情很复杂 不知道如何面对现实生活中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工作伙伴 我一时也想不出解决方法 推荐他给机智的发发发 发发发邮件求助 或者干脆融入那个圈子 这篇邮件希望发发可以给他指一条名录 希望发发永远年轻美丽发家致富组合 up up 这个都要借一步说话嘛 刚才是谁要借一步说话 防管记一下这个名字 这是我们六七三千的鸡老步吗 刚才是谁要借一步说话 什么叫不借不借 正确的回答应该说没有没有吗 不借不借是什么意思 他说我的宝贝不给你看吗 有时经常觉得你们思路很很奇葩 没有啊 巧妇难为无米之村 没有这么借 不借 那怎么才肯借吗 我来看一下这个小截图 大爹 问你个很沉重的话题 哎哟 你看过鸡片吗 我在我同事网盘里发现好多的鸡片 这不正常吧 男的女的 男的 完了 恭喜你 不知道该咋面对 梦里不觉 秋已深 渔情启示 为什么 渔情启示空于恨吗 你和你的男性 男性友人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奇怪的群名呢 我见过的那种男性 微信群的名字 都是些什么傻逼啊 什么废物啊 这种 你们这 这什么群啊 你们自己打开 打开那个自己的微信 那种纯男性的微信群 群名都是啥 会起这种吗 梦里不觉 秋已深 渔情启示 愚情启示 为他人 真的吗 我来搜一搜哈 梦里不知 秋已 没有啊 梦 懒 操作不行 梦里不知秋已深 秋 秋 秋 梦里不觉秋已深 余晴岂是为他人什么意思 梦里不觉已到深秋 我今生剩下的感情都专注于你 不为他人分心 哦 打错了 不觉 这是表白呀 梦里不觉秋已深 余晴岂是为他人 何故招勤目覆处 异想傍欢空于恨 我们这个群很有问题 我在想啊 他说 他在同事网盘里 发现了好多gay 片 是真的吗 三个人群怎么了 斗地主木 就是 它是真正的 你是真正的